明清四大名镇 汉口镇成为汉的区 而只有朱千镇却依旧还是乡镇 四大名镇各具特色 但已成名的特质各不相同 汉口镇靠的是高度发达的商业 福山镇靠的是独具特色的手工业 景德镇靠的是名阳天下的瓷器 朱千镇靠的是传统工艺木板年画 虽然各有各的过人之处 但是共同点确实都非常繁荣 四镇之中 繁荣程度有几汉口镇和佛山镇未甚 这两个地方一个在中西部 一个在南部 不但为四大名镇 而且还和北部的北京 东部的苏州并称为天下四大具 是全国才获人气聚集之地 能够和当时的京师北京排在一起 无论如何在当时来说 这种荣耀确实够闪亮 汉口镇作为四大名镇之首 位于湖北省 同时它还有另外一个响亮的名字 武汉三镇 当然汉口只是其中之一 但却是武汉三镇中最强的一个 其实汉口设阵的时间并不太早 从汉阳分离出来城镇的时间是在明朝嘉靖年节 但是汉口虽然年轻 却后来居差 借助长江 汉江强大的水运能力和九省通渠的地理优势快速崛起 清朝时期汉口已经成为内核航运最大的港口城市 全国各地的钱粮商品汇聚于此 汉口从一个小镇一跃成为当时人口过百万 即工业、商业、接荣等于一体的国际性特大城市 民国时期曾成为我国第一个直辖市 新中国成立以后 汉口虽然不再作为一个行政区化名称 但是它却依然是以一种超然的地位存在 如今汉口是武汉江岸区、桥口区、江汉区的统称 有很多人不仅为何汉口要分成三个区 那是因为汉口实在太大 人口太多了 据2017年统计数据 汉口的这三个区城住人口数量约270万人 很难想象如果是以一个区存在的话 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凤山镇是四大名镇中仅次于汉口镇的存在 也是清代天下四大巨之一 原是隶属于广东南海县的一个小乡镇 如今成为广东省的地基市 福山镇之所以能快速崛起 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福山地处珠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在水运成本低于陆运成本的古代 靠着一条大江大河拥有便捷的水路交通条件 福山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当然 达铁还得自身硬 福山强大的手工业 丝织业 中药业 铸造业 陶瓷业等在它崛起过程中攻不肯没 正是这些因素的作用 使得福山成为里南的残货集散地 商业发展突飞猛进 实现华丽的变身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 这个原本宋朝时期 才正是歌名为景德镇的小镇 从历史上来说要比汉口镇和佛山镇古老得多 可以说是千年古镇的 景德镇虽然也靠水离陀阳湖不远 但是它却不是以水运成名 景德镇的起家靠的是 全世界都知道的瓷器 景德镇那些有着精湛技艺的智词人 用他们勤劳的双手 将土变宝 在遥远的年代就开始把中国制造推向全世界 换来无尽的金银财宝 景德镇发达的陶瓷工业 带动相关的商业快速发展 使得景德镇在三百年前 就成为人口达百万的超大城市 如今的景德镇早已成为江西省的一个地级市 虽然在国内的经济地位不如明清时期那么高 但是景德镇作为世界子都 在世界陶瓷业中的地位却依然不变 朱仙镇 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小镇 拥有悠久的历史 明清时期也有过属于它的辉煌 能成为四大名镇之一 都不是白给的 朱仙镇的发迹史于北宋 宋太祖赵匡印建都开封 为朱仙镇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 宋朝时期 虽然后来老被人欺负 但是经济实力还是很强的 都城开封当时就成为世界上 唯一一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 百万人就有百万张嘴 吃喝拉撒睡 粮食 商品等运输就是一件大事 朱仙镇靠着蔡河会民河的航运 成为商古云集支挡 开始慢慢崛起 明清时期达到巅峰 其中最具特色的木板年画 成为朱仙镇的一张名片 但是在四大名镇中 朱仙镇无疑是落寞的 因为其他三镇都已经由镇成功升级市区 而朱仙镇却依然还是镇 而且也没有了往日的辉煌 朱仙镇的衰落 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政治中心的变迁 有经济发展中心的变化 有内核水域的衰落 有黄河泛滥的侵袭 也有木板年画 遭受现代科技的冲击等等 明清四大名镇有的继续繁荣 有的却已衰落 他们的新衰势 就是一部浓缩的 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发展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清四大名